妳覺得說也被劈過腿喔 被劈腿那個 我覺得那個是怎麼講 我一直講說 其實男生我沒有很在意外型 我沒有一定要找很帥的 或是很怎麼樣的對不對 或是家裡很有錢的時候 然後可是我有交過一個男朋友 他就是長得真的還滿不錯的 可是呢他又很 嘴巴又很甜 那我必須講 只能說我自己 可能少八根筋的那種人 就是我平常不太去 去在意你在忙什麼 妳跟誰約 今天是為了什麼事 我不太會這樣子 那種叮 叮男友叮到一個那種境界的 我一直到了有一次 我就覺得很多事情冥冥之中 注定要讓妳知道 妳就會知道 所以那一次我記得是禮拜 我平常都要拍戲 那我拍戲的時候 他就會去忙他的事 可是他三不五時 還會帶宵夜來探班 我就覺得這個人很貼心 就覺得怎麼那麼nice 然後我們劇組的人 大家也都覺得他很好這樣 然後殊不知 然後我就忙我的 有一天正好臨時 那個班就取消了 那取消我想說沒什麼事啊 我早上睡起來 明天然後那個班取消 那我就想說打電話 那時候沒有行動電話 只有BB Call 我就Call班也沒理我 那我就想說 反正我難得休息 那我就自己一個人出去逛逛 想說去逛逛百貨公嫂了 那那個手扶梯 不是一個上一個下 就真的跟那電影情節一樣喔 我背他包很開心 妳要走 我就這樣走上去 所以就看著上面手扶梯 下來了一堆男女 然後那個男的 不是就我男朋友嗎 為什麼一個女的高整他 然後兩個人輕輕握握的 這樣子從上面降下來 我就跟他們這樣錯身 還錯 真的 好像是女的 我就這樣子一個人默默的 飛著包彎 然後就這樣往上 他們兩個就往下 那有看到嗎 有 然後那女的也有看到我 然後完全沒打招 然後就這樣錯身過去 然後我上去就整根腦袋 一片空白 我就說剛剛是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然後就靜下來 可是隔了大概十分鐘左右 他就從樓下衝上來 他跟我講說 我跟妳講 剛剛那是我乾妹妹 好厲害 我乾妹妹心情不好 她心情不亂 好爛的理由 我現在要先送她回家 那是妳們現在有年紀 妳當時要那麼年紀 妳都不會相信好不好 我現在送她回家 然後妳在那邊待著 妳真的不要亂跑 好 我待會兒一定會回來接妳 我真的那時候 那時候我不知道該講什麼 我也不知道我該找誰 就是整個傻眼 對 然後我就離開 可是我必須講 女生 尤其那個年紀的女生 很容易原諒 原諒了呢 然後又發生第二次 所以我才決定 就畢然畢然不亂 第二次是直接到她家 然後那個女的在她家 然後我是到家裡面去按門 她不讓我上去 然後反正就是 也是那種狗狗笛 搞了半天 而且她很妙 她是半隻豬人 因為那女的在她家 我按對獎機 她不讓 她不讓我不開門 她不可以讓我進去嗎 然後我就說那妳下 所以她就垂降下來嗎 我就說那妳下來 我就說那妳下來 你知道她跳到隔壁那個樓 再從隔壁那個樓 不是啦 因為她怕她一開門 我衝上去 妳就上去了 妳知道她就跳到隔壁那個樓 再從隔壁那個樓 下來然後在門口跟我講好久 完了之後我還是毅然決然說 不管我這個人就是屬於那種 眼不見 不是什麼不到黃河心不死 就是我一定要眼見為憑 我一定要親眼看到 所以我才決定 所以我就一定要叫她開門 我就上樓去 看到那女的 然後那女的看到我 那女的傻眼 一開門看到是我進來 女的一看 紅春族 然後她一看妳的 中國小姐 真的啊 我跟你講她一定原來就知道是我 我只是不知道是她 而且後來我有朋友跟我講 她說那個女生是 中國小姐第六名的 但是我不去講 中國小姐聽說 第六名一海票 就是第五名以後 第五名都是第六名 我也不知道到底誰是第六名 妳知道嗎 我也不知道誰是第六名 不好查了 對 然後不好查 反正完就走 那我只能講 那個時候走的時候 發生一個事情 陀翁康也很悶 小康那時候還沒有結婚 反正她每天晚上沒事 那時候我從台北醫學院 就父親離開 然後拉我都不管 然後就甩開 妳給我走開 我不要理 然後就走走走 一路走走走到 我就打那個 打那個BB Call 那時候我忘記 我是怎麼樣聯絡 我打到一個小康的朋友家 我說請問一下 小康有沒有在這裡 他說有 然後我就說 桃康我告訴你 我這邊有沒有 我剛剛去怎麼樣 我去抓姦了 什麼什麼 講得跟真的一樣 你知道嗎 小康說有看到嗎 在床嗎 我說沒有 這不是重點 這不管她在不在床 反正我跟妳講 我現在很 心裡很不爽 我要喝酒這樣子 然後我就直接跟小康講 小康就說那妳來找我 我說妳在哪 他說我在民生動物麥當勞這邊 麥當勞 我就從台北醫學院 走到民生動物麥當勞 邊走一路走一路 哭 哭完就點了 然後他就一直罵 一直罵 一直走 這樣一直到民生動物 然後完蛋 直接跟小康就喝到天涼 然後第二天就 我覺得我們這種人就是 算了就放下就是 反正來得快去得很快 就總覺得 人生好像遇到一些這種事情 也沒什麼 也沒什麼不好啦 你知道嗎 對啊 就覺得還蠻刺激的 你知道嗎 真的耶 頭髮也是暖男的 他不知道要陪多少的女生 真的 真的 所以妳要講失戀 講話 所以她的夜店生意 才會這麼好 對啊